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出作業了 出作業,老師端,我是用Apple手機 在手機端這邊 課堂作業,點一下課堂作業 然後課堂作業之後 接下來右下角有一個綠色的家 請你按綠色的家 然後接下來我就選作業 這邊不是有一個問題嗎 問題不是感覺好像可以出問題 可是我跟各位講,這邊的問題 其實功能很少,我不建議各位用 因為那個問題不會幫你改成績 只是可能說,你可能適合問說 請問你對今天的課程滿意嗎 然後大家,你可以設幾個選項 讓大家是滿意或不滿意 或者是設一些問答的 讓人家直接聽問答 就這樣子而已 只有這樣,但不會幫你改成績 所以我覺得不好用 所以大家可以不要用 這邊也有一個重複使用訊息 就是你今天,我這學期出了這個作業 是跟我前幾學期都一模一樣的 那些文字我可不可以不要當 可以,可以沿用過去曾經發布過的 那現在呢,我們就直接選作業 好,作業這時候標題 我就把作業該做什麼事情 對不起,我就隨便亂打了 隨便亂打啊 我都隨便亂滑的 我沒有特地打什麼 我就隨便選 不要花時間打字 好,假設我打了一些課程的規定 打完了之後,接下來分數 我到了滿分是幾分 然後呢,這邊也沒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叫截止日期 選一下 如果你的作業有繳交期限 請你選日期 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 你這邊設定了日期之後 參與課程的學生 他的Google日曆上 會跑出一項 說 假設我說30號 30號那天 就有請教牌房的作業 連老師的 Google日曆 也會有 8月30號 有這項 腳腳牌房的作業 像我們可以看 好,我就記30號 今天是29 假設我腳腳作業是30 期限是30號 按確定 然後呢 這邊其實還可以時間 你到幾點幾分結束 比如說 你如果不設的話 就到今天的最晚上的 23點59分59秒 點點9999 這樣子 結束之後 它就會停止了 學生不能再佼佼 OK 那如果你有特定時間 你可以去選 那另外還有一個主題 我也建議各位能夠設主題一下 沒有設主題 沒關係 所有的那個 功課都列在同一個區域 但是你有設主題 因為你有可能一個主題 裡面會有兩個作業 三個作業 那這樣子就可以區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說有設主題的話 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我在這個主題這邊打 好 假設我就打 我也是隨便亂打 隨便亂打 好,就這樣子好了 主題叫做 石油蟲 好,隨便嘛 然後按這個完成 或者上面的 右上角的狗狗 好,按右上角的狗狗 或儲存 就已經完成了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主題 石油蟲 然後 東西是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 一樣喔 你有沒有什麼附件 要夾附件給大家的 你可以點選 一樣 又是從雲端硬碟 因為也許你的作業 已經題目都已經出在 雲端硬碟的某個檔案了 那你就可以選雲端硬碟 或者連結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好 另外呢 我們先看這三個點點 是什麼 三個點點裡面 也是一樣 安排時間 因為有時候你作業先 那個要出的作業先打好 但是先暫時沒有讓大家看到 幾月幾號才亮出來 可以 好 如果沒有要安排時間 直接要發送 就按這裡 發送出去 好 出了之後 來我們看一下學生端 大家也看 那個 請各位老師也看你們 你們現在當學生的情況 你們會看到什麼 這個地方 我就切到課堂作業 我還沒切之前 其實他應該過沒多久 他這邊會顯示 又有新訊息了 那沒關係 我這邊直接 學生端 我切一下課堂作業 嘿 就可以看到課堂作業 這邊有一個了 來 石油蟲 這個標題 裡面有這個作業 對不對 好 這個作業 我現在開始 學生端要看囉 老師端也可以看 看一下老師端 看到長什麼樣 對 可以看到有幾個人腳腳 已經指派幾個人了 欸 這個畫面 其實我跟各位講 因為這個畫面 好像還沒有完全 把電腦端的同步到手機 所以這裡應該照理說 假設剛才有 有30個人加進來 這邊應該是 以指派 這邊應該是30個人 他現在還沒有把這個同步過來 但是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收到作業了 然後而且呢 學生如果點進去看 他會看到什麼 他看到的長相長這樣 然後呢 我可以把檔案 新增 就是那個 學生要繳交自己的作業 我就可以新增或建立 可以從自己的Google雲端 引頁的作業繳交 或者是我直接從電腦的檔案 假設我從電腦的檔案 對 先蓋 好 我就選 有一個POPPOINT 好 我選POPPOINT 好 開啟 好 上傳 好 學生不是這樣子繳交作業 就OK了 他最重要 繳交完之後 請點這個 繳交 老師才會看得到 這個 他有繳交的情況 好 我這邊按繳交 好 請各位 老師們也按 你沒有 沒有當按夾附件 沒關係 只要按繳交就好 先按繳交 好 因為我們現在在練習測試 就是等一下你會看到老師端看到什麼樣子 這個手機端現在目前一直沒有看到繳交的情況 其實基本上 有的話 我從點這個 以繳交 基本上 點這個數字 應該是要有學生作業 不過現在看不到 我把電腦版的開啟 還是這邊打字 還是這邊打字 然後承受 不知道 我把那個老師端的電腦版 調出來 好 這是老師端的 這是老師端的 我切到課堂作業 然後各位可以看喔 我點這裡 這邊就可以看到 有23個以繳交 而且23個 以指派裡面已經 來你看 現在只繳交一半多一點點 24人已經按繳交 26人沒有繳交 那無所謂 接下來你針對數字或者文字都可以點 我點了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改成績了 對不起 因為這個手機現在目前沒有把電腦的同步過來 所以我沒辦法打在手機上 現在目前沒辦法在手機上打這個 好酷喔 我從這裡來打 來我點一個進去 你看喔 我就看到這樣子 太多了 來我放打一下 看到的是這樣子 這邊是有復健的 我如果看到護理那邊課的話會爆掉 然後呢 我想打哪一個人的成績 我可以點一下 這邊 就出來了 好 然後你可以點擊 看他做了什麼作業 好 就這邊可以打開 對不起 這邊可能沒有 我看一下 我弄 我的來做示範好了 這不是我 對不起 我因為想說看到前面是黃 所以我就點了 我剛才的 名字跑上去了 來我看一下 那個 應該是要有人 有沒有人 剛才有加復健 這裡有復健 對不起 我就用來測試 這是照片嗎 對 比如說呢 我看他的作業 來 我看他的作業 他腳交的是一張圖案 好 腳交的時候 他做得很好 好 那我就可以打成績 打在這 比如說 打得很好 我就打一半 然後呢 我可以加註解 這張圖做得不錯 我可以打大字 然後按帳貼 這就評語上去了 然後成績我也打上去了 好 那我可以再點下一個 誒 又有一位 你同學 好來 這時候沒有繳交任何作業 好 對不起 大家不要太在意這個分數 這不是真實 好 好 假設我95 好 然後這時候 可以加留言 上貼 然後呢 最後 來 我現在就是說 我想要 我快速的 就是 我回到作業的地方 先這樣子 一般來講 就是一個作業 就是切一個人的成績 切一個人 看一看 大成績 然後 給資料 都這樣子 連續的打完 連續打完之後呢 接下來最後 我可以做發緩 這邊還有一個箭頭 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發緩這一個人 或者是我把所有人的全部都發緩 發緩之後 剛才我有打成績的 你們在手機上 或者是你們是用電腦的話 學生端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成績 看不到別人的成績 可以嗎 好 然後看完了之後 來 切回到原來的classroom 像如果今天 對不起 我快速的把某些人的成績 先打一打 我只要打幾個就好了 好 比如說 98 然後 92 我打 我打5個就好了 好 好 97 好 假設我都打 我就打 假設我都已經打完了 這邊太多人了 我就不打了 好 打完之後我就按發緩 那當然他會說 今天 哪些要發緩的 我就按發緩 老師還沒改作業之前 dayline還沒到之前 學生如果今天交了作業 他還可以取消佼佼作業 再繼續編輯 然後之後再交交 但是一旦交交上去之後 學生不能改 除非他自己說要取消佼佼作業 那個作業他可以再改 OK 好 現在如果發緩了之後 有些剛剛有達成績的應該看到了吧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老師 要怎麼把這些學生成績 好好做 就在剛才的作業這裡 我重來一次喔 其實作業這邊的齒輪 有些人找不到這個 我重來一次 我先回到我的整個課程 進到課程之後 切到課堂作業 課堂作業之後 點到你的那一個作業 點進去 點這個數字 點進去 再評分的這裡 的右上角 有個齒輪 點進去之後 一個是 直接存到你的 Google 雲端眼跌裡面的Google試算表 Google太強大了 一種是 下載CSV檔 Excel可以打開 所以我比較建議 各位 直接存到Google試算表 因為Google試算表 等一下 開起來是非常正常的 可是你下載成CSV 這邊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會有怪怪的問題 怎麼解決 順便跟各位老師講一下 這有很多 就算有介紹classroom 可能沒有介紹到這個功能 以CSV格式下載所有成績 我現在就下載 下載之後 通常預設就是放在電腦的下載區 好 我就把它存檔 好 下載了 好 下載之後 因為是點CSV檔 它預設會跟Google的試算 Google 不是Google 對不起 Excel Microsoft Excel 做關聯 所以你點擊一下 它就是用Excel打開 來但是呢 弄Excel打開會很可怕喔 請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到什麼 怎麼變亂 怎麼都是亂 甚至來 我名字怎麼也變亂嗎 這是誰的問題啊 跟各位講 這是微軟的問題 為什麼 來 我給各位看 遇到這樣子 我就是習慣用Excel 我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其實很簡單 剛才在下載區 你看喔 我怎麼解決 這個是Python這個課 剛才下載的成績 我這個成績請不要直接點兩下打開 先按右鍵 開啟 然後 開啟檔案 修記事本 你看其實記事本 可以顯示的很正常 你看是不是中文都很正常 為什麼微軟的Excel會變亂嗎 那怎麼辦 OK 主要是編碼的問題 可是我跟你講喔 你這樣子OK了 你這樣打開之後 你重新按一次 檔案 儲存檔案 就好了 你看喔 檔案 儲存檔案 關掉 然後 接下來我再點兩下 再用Excel開 請看喔 就要好了嗎 喔 字都正常 為什麼會好了 好奇怪喔 所以很奇怪喔 好神奇喔 好神奇喔 不是Google的問題 因為好 我也建議各位 有機會就多用Google的產品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公司行 好我已經聽到有很多的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已經開始決定 陸續開始決定 不用微軟的那個Office系列的東西 因為要花錢買 那打算用什麼 用OpenOffice OpenOffice 欸 那也不是微軟的 也不是那個Google的東西啊 但是放心 請各位看喔 如果我剛才把那個成績齒輪 我選 將所有成績複製到Google實算表 我就把它點下去 接下來它就自動開啟喔 它到那個Google實算表之後 接下來就自動開啟Google實算表 看一下 對啊 就Google實算表 我剛才想說如果不行 就用這個 再去另存Excel就好了 上面來我們看一下中文字 是不是都正常的 都正常的 然後 然後呢 如果說 欸 我暫時 我現在就是我的電腦就是有Excel 我還是習慣用Excel 對喔 放心 這可以改啊 檔案 這邊有一個 我也會這樣子 我都這樣子 下載格式 你知道嗎 我這個字號也不可怕 下載 好 下載 這邊 這個就是Excel檔 Excel就可以用了 然後 選這個 點ODS 就是OpenOffice可以使用的格式 可以嗎 然後呢 PDF檔 或者其他網頁 或者是點CSV都可以 所以 Google的解決方式是 可以滿足很多各種平台可以使用的 因為它不會做太多 很奇奇怪怪 一些很炫的字母 否 Google可以用 其他不能用的 它不會這樣子 所以呢 我跟各位說 如果你Excel的檔案 打好了之後 你把它丟到Mac裡面 Mac電腦如果沒有微軟的Office 你開起來也是會亂掉 所以 請各位 如果未來有機會 慢慢的開始用 Google的一些產品 因為 你會說 可是Google都是存在雲端啊 雲端的音碟空間也只有15G啊 但是跟各位講 你只要是用Google的產品 放在Google的雲端空間 都不算佔空間 所以 如果你都是用這些東西 放在雲端音碟裡面的資料 都 可以用 可以放多少都沒關係 OK 好 順便呢 到這裡 我先儲存一下好了